中国国家足球队从意大利桑普多利亚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看到穿着白色运动服的 这是中国国家足球队 穿着蓝色运动服的是意大利桑普多利亚队 7号龙马多 7号龙马多 半季也在盯着 一个转身 8号有个威胁 12号谢雨昕 5号威尔乔偶德 咋没 哎呦这球 找没人接着以后脱手了 这球打的有力量 有力量 哎呦 咱们对 3号 出球的速度 16号卡达尼茨 哎呦 打门了 在这段新的比赛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球啊 几乎都是给意大利桑普多利亚队故事 哎 8号游哥一起打门 哎呦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转播席啊 距离手场呢还有一段的距离 而且呢也比较远 但是在这个房子里边有玻璃窗 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射门的 哐的一声 是 可见这个力量多重 刚才好像是9号被诺 雷里把这球稍微挡了一下 如果他把这 中国在现在控制球 中国的大千场 到中路 好球 好球 中路 先攻击一个球 一比雷号中关店零先 19号曹建东攻击一个球 中路打了一个小的太佛 曹建东呢从对方后位之间 在球突破 很冷静的把球射进了这个底角 多走一走中路 这样的回旋局地比较多 沙姆多利亚队在外围的一次 远射这球偏了 8号又归旗 哎呦 坏了 打门 进了 这是一个鞋船 不如无聊鞋船 现在不射成功 9号 9号是贝诺雷里 贝诺雷里 现在是一比一平 这是一个年轻的队员 刚才这个球呢 是他从右路一个鞋船 我们经常讲的鞋线的鞋船 传到中国队的左路的 就他自己左路的 这个中国队的门区脚上 那么贝诺雷里非常从容地 把这个球打 龙巴多 龙巴多对控制球 往前去塞 大家看他的抢劫能力很强 3号塞雷纳 8号塞雷纳 打门 在禁区湖的外围一点 他也要打门 那球非常有力量 但是偏了一点 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比赛一开始 我们已经给大家 记得桑布多利亚队 他是93年到94年 意大利足球假期的联赛里面 确实发挥的不错 他排名是第三 他的成绩是34战 18胜 8平8负 进了64个球 139个球 积分44分 排在第三位 当时呢 这个今年的联赛里面 A西米兰是排在冠军 排在第二位 是尤文图斯队 桑布多利亚队 还同时获得意大利 足鞋杯的冠军 下一个赛季 他将参加欧洲的 优胜者杯赛 打完 好天啊 7号 7号包困 进了一球 刚才是谢玉新 右路拿球以后呢 往前带 带了以后 突然一传 传了一个直线球 给高峰 高峰呢 不失直迪的赛速的出过 出过以后角度很小了 对方方便扑出来了 高峰这球打得很冷静 就是守备人倒地 离刹那 就球中单转 打到一个边往 这时候我们看到 中国队请求换员 12号下了 17号彭伟国上 23号下了 23号是马明宇下了 10号王涛上 7号龙巴多 中国队4号半季 半季把球进去 8号又归棋 射门 球偏了 但是从老远的地方 从工程体育堂 另外一个角呢 看到这球好像是进了球门 所以大家也是一场虚惊 上半场的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结果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 中国国家独车队是2比1隐线 现在请大家来看下半场的比赛 大家看到这叫龙巴多 这是桑布格拉的 几号龙巴多 鞋团 抽球 哎呦 高一点 卡坦尼泽 卡坦尼泽 抽球公文 这球超高了一点 但是路是很漂亮 就是龙巴多这拿球以后啊 咱们两个后卫在这等着准备抢呢 准备他要怎么样过人啊 或者下底啊 或者团中啊 但是就没想到呢 他原地不动 突然很小的一个动作 啪就把这个球打起来了 这实现后卫国 好 现在 这是 好 好 好 现在是三比 这国一个小数 小数 现在中国国家独队在以三比领先 观众朋友 这个下半场比赛 现在754号的时候 这个球射的非常的巧妙 很聪明 11号高峰 好球好球 中路打开 又差一点 高峰这球传的好啊 传的好 一看中路 彭伟国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空档 是 外脚背打了一个这个平高球 这个球就是传的很及时 现在是意大利 上不得利亚界打反击 4号码 斜船 投球了 进了 又是这个 40分钟的斜船 又是斜船 中国队啊 这个边后卫 保护这个中后卫身后这个意识呢 好像现在还是有些欠缺 又是9号啊 大家看 又是斜船 后门踢脚 9号 9号 又是9号 9号是贝诺雷里 打门 这球打得漂亮 整个人扑出去了 整个人吸套把球扑出去了 这球射得有力量 这是4号码子配罗 4号码子配罗 大家看就是这个人 八角球这个人 翻的这一球都是定位球就是他 嗯 哎呦 哎呦 危险 危险危险 2号马斯贝罗这一脚打得真是真是有力量 但是手面新涛这球 固贼也很漂亮 这一球摆出打后脸的架子 是 10号是王涛 投球 中国得请求换人 我们看到现在换人呢 就是18号张军上 要换下来的是11号高峰 还是播射 打门 哦呦 偏一点 打门 3号赛雷纳 这一脚打得要力量 人色挺多的 哎 2号曼尼尼 哎 二海东前的胸 三个 二海东前的胸 往前一脚 到底线 门球 通球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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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有功利硬称 十二号美硬 投球封门 在这里 这个好解中立了锅 好解中 好解中 前场 段下对方后卫的球 大家看这个好一层篇球 哎 应该说曼尼尼败不错 对 打门这球偏了 中国队的后卫犯的一个刚才跟曼尼尼同样不错 是 这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队请求换人21号 就是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那个肃毛之尊 换下了9号好海东 10号王靠 17号封卫国 用这个强高球倒底线 缓起来 哎呦 哎呦 看一点 龙巴多 龙巴多 如果名龙巴多这群人都很一样 要要要进了 是 现在大家看到这3号赛雷达 台湾已经起起了编辑 越位是越位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的比数是4比2是中国队领先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张祖师导也给大家介绍整个的精神面貌不错 这是第一个特点 就是敢拼 对于强队来讲呢 对于作队对强队来讲 就敢于打 对 就是面貌好 敢于坚强 敢于发挥自己的长处 我觉得中国队只要有这种士气这种精神的话 我觉得中国股票的进步就是 是 台湾人的笔声已经讲了 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结果中国国家数学队以4比2 胜了意大利桑普多列队 观众朋友 刚才我们给您介绍的是意大利桑普多列队对中国队的比赛 诬问张璐解说宗世雄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大家